记者张勋腾苗栗报道,苗栗现39岁下姓男子,酒后随有人返家赞助,有人因离婚而与前妻分房税,夏南却趁机破坏有人前妻,化名小玲,房门锁,随即将房门锁上,然后向小玲说,我要乃,并强温小玲欲对她姓亲害,小玲不断反抗,还以电扇砸向夏南, 才脱逃向前夫求救并未得逞。夏南否认性亲未遂,便称酒醉走错房间,苗栗见方依强制性交罪将夏南提起公诉。 检警调查,夏南因涉及强盗、妾盗及毒品等案件,被法院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,去年8月假释出狱,10月某晚与有人一起喝酒后酒醉,乃虽有人返家暂住一晚, 有人返家因与妻子谈离婚及小孩监护权事宜,两人在主卧室发生争吵,后来小玲至二楼女儿房间睡觉,至清晨五点取,住在二楼另一房间的夏南,破坏小玲睡觉房间门锁。 小玲听到门锁遭破坏声音起身查看,并以手抓住锁头阻止房门被打开,但夏南仍将行进入,马上将房门锁上,并向小玲说,我要奶。 夏南随即将小玲推到床上,并坐在她肚子上,不断亲吻她的脖子,小玲因反抗,造成颈部,左上臂等处挫伤。 小玲不断挣扎,还用脚踢夏南,再趁机拿电扇砸向夏南,才得以脱逃向前夫求救,才未被信心得逞。 夏南公称,因喝醉酒而走错房间,并未对小玲做出不礼貌之行为。 但检察官不予采信,而依强制性交罪将夏南起诉。